好,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水光仪 先从后面的一个总面前打开 打开了之后 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界面 界面首先它有1ml 1毫升,2毫升,5毫升 一般的常用的都是5毫升的比较多 点5毫升进去的话 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个 就是我们真记的一个材质的一个选择 它的一个就是有分我们的一个水记的 还有半粘稠的,还比较粘稠的 一般用的比较多的那些调和完了 基本上都是属于半粘稠的 那我们点中间的这个 点完之后的话 它会有多帧跟单帧的选择 基本上都是多帧就选多帧 单帧就选单帧 然后会有个自动跟半 这个是半自动,这个是自动 一般就是说我们都是选择 我们的一个半自动的一个调控模式 选择进去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深度的调节 深度的调节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脂肪成比较薄的 像我们额头群骨这个位置的话 一般是0.9到1.5左右 像一些人它的脂肪会稍微偏厚一点 可以上到1.8 比较少上到2.1 因为2.1比较深一点 可能扎的操作手法不正确的话 会扎留一点小印子的 然后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脸颊地方 脂肪比较厚的地方的话 我们会调节到1.5到2.1 2.1左右 基本上很少会用到2.4的 这个能这个深度的调节的话 是根据脂肪的厚厚度的调节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负压的一个强度 有1档2档3档4档去调节的 这要看你的一个皮肤的一个 就是说能不能吸附起来 能吸附起来的话 你可以调1档 它就吸附起来了 可以演示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1档 还没有装上去 等一下 本来是先调装上去的 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针头的话装上先 这个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一般来说是盖上去的 因为这个用过的 你把这个拉回来 把针缩回来 把针缩回来 然后把它盖上去 把它装上去 这里会有个孔 对应的孔 然后装上去 然后往 装紧了 然后再把这个 我们的一个针缸装上去 针缸装上去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往上推 我们会有一个 按键是往上推的 你推上一点 推上一点 然后再把它给 用手力的把它给卡紧 好 卡紧了之后 卡紧了之后 你可以看这中间的话 是有很多空气的 我们要把空气给排出来 可以慢慢地把它排出来 好 就可以了 排出来了之后 把这个拧紧 因为我们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针缸 的一个针筒的话 它会偏小 然后不管是小的 大的都好 装上去了 把它拧紧就好了 稳固住了就好了 然后这里会显示着一个 就是说注射器 是否已排进空气 然后排进了 就显示 显示了之后 我已经调节好 强负压了 调节好负压的话 它一一的负压的话 是比较小的 就是这种程度 一吸上来 一般来说 要吸稳一点 扎打的时候 打的过程中 才不会出现漏液的状态 打的过程中 一定要随时 随时去打 吸不好了 然后就按一下输出页 这个按一下输出页 这个按键 它就直接输出了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速度 速度的话 就是我们扎进去 竞针停留在输液 过程中的一个时间 一般情况下的话 这个速度的话 根据你的一个材质 跟顾客的一个吸收 皮肤吸收有关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调 2.0开始的一个速度 如果你打进去的时候 你感觉 感觉剂量 剂量整个操作过程中 它打完之后 都没有冒那种水珠的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调节它的一个速度长一点 就是3.0的话 它的一个停留时间长一点的话 那它的一个剂量 输出就会多一点 下面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剂量 那我们的一个剂量的话 最少的话是10mU 10mU的话 也要看你的一个材质 如果你是水质的材质的话 你可以偏小一点 因为水质的比较好吸收一点 然后我们的一个 不是 是水质的话 你可以调高一点 然后我们的一个粘稠质的话 你要调小一点 因为粘稠质的材质的话 它不好吸收 如果你调的过多的话 它吸收不了 它会溢出来 有漏液的一个状态 一般我们都是从10开始 慢慢的往上调 打在皮肤上面的时候 看到如果有漏液的 漏液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把速度剪下来 或者把μ数剪下来 如果μ数已经是最小的话 那你要检查一下 我们的一个仪器 是不是吸部 有没有吸部紧你的皮肤 吸紧了的话 如果没有吸紧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 我们会有一个校准键 我们这个校准键的话 你可以看 这个校准这里的话 现在是属于这种状态 你按了校准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横杆 一直按着不动 然后出现横杆 横杆了之后 然后我们如果有发现 增突出来的话 就往后退一点 往后退一点的话 调节好了之后 然后再长按这个键 再长按这个键的话 就会又回到原始的 一个工作状态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 就是说吸不起来 的一个状态了 这个μ数剂量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 材质跟顾客皮肤吸收的 一个程度去调 从时慢慢往上加 只要加到它 就是说吸收进去 没有漏液的情况下就可以了 没有溢出来的状态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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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